各位好 歡迎收看中視新聞 我是王一仲 新聞一開始 帶您來看到 國安局長陳明通 他指導的台大國發所論文 再度引爆多胞胎的爭議 有人兼具 有20位學生的碩博士論文 竟然都用同一份 台大東亞中心提供的資料 形同一餘20吃 而這些學生的身分 也是非權極貴 連民進黨都有人痛批 陳明通是假國師 電污學術倫理 陳明通指導的論文 又爆出抄襲20胞胎 有人檢舉他拿一份 台大東亞中心的資料 讓至少20名學生使用 從論文名單就能發現 20名學生的論文 有的連標題都很類似 有人寫香港民眾 對立法會存廢的態度 而另一篇則是 香港居民對立法會的信任變遷 還有標題是 台灣民主化 對傳統威權價值取向的變遷 也和另一位學生的標題有夠像 而這些人的共同點就是 口試委員差不多 而指導老師都是陳明通 台大有一個民主研究中心 只有老師可以掌握到這些資料 論文的架構 研究方法 都全部丟給學生 不只論文內容超相似 這20人的背景也超狂 有前楚波 名嘴 還有來自法務部 刑事局 外交部等特殊公職 而台大更更改規定 要求碩博士的學位考試委員中 所外委員至少要一人 還要求除非是涉及機密或者專利 論文一律以公開委員則 簡直就是活辣打臉陳明通 台大應該立刻洗門風 來處置陳明通 是不是涉及了 敗壞了學術倫理 陳明通之所進退 該走的人 你玷污了學術界 跑出這些假國師 抄襲風暴的雪球越滾越大 但國師有總統罩著 外面的風暴 他全不怕 記者張若慈虛過好 SNG小組台北報導